欢迎回来呢 接下来呢 继续来看第六个 赋任股权证的公司债券 那么刚才呢 我们讲到的这个债券的话呢 是这个可转换的这个债券 那么赋任股权证的公司债券呢 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可转换债券 因为可转换债券呢 它如果是一个原装的话 赋任股权证的公司债券 它就是一个组装的啊 就是一个组装的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 可转换债券 它本身就是一张债券 但是呢 它又富含了期权的性质在里面 但是它是一个整体 而赋任股权证的债券呢 相当于是一张债券 再加上了一张权证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期权啊 可以把它看成是期权 那么这样组合到一起去的话呢 就相当于是一张这个可转换债券 就类似于可转换债券 只不过呢 它是组装的 它是两个给印搭在一块的 这个的话呢 它是呃 它是合为一体的啊 所以一个是原装 一个是组装啊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按照复兴认股这个复兴股认股权 和债券本身能否划分 分开来划分 可以将其分为可分离型的和非分离型的 可分离型的话呢 是债券与认股权证可以分开 可以独立的转让 即可分离交易的付认股权证的公司债券 非分离的话呢 是不能把认股权证从债券上分离 认股权证不能成为独立买卖的对象 按照行使股权的方向 可以分为现金汇入型和现金抵角型 现金汇入型的话呢 是当持有人行使这个认股权时 必须再拿出现金来这个认购股票 抵角型的话呢 是债券票面金额本身 可以按一定的比例直接转股 好 刚才我们讲了付认股权证的 它是一张债券 然后呢 这边有一张权证 两个可以给它搭到一起去 所谓可分离交易的话呢 就是公司发行完付认股权证 正在债券以后 债券可以归债券交易 权证可以归权证交易 那他们是可以分开来进行交易的 这个叫做可分离交易的 非分离交易的话呢 就是这两张必须合在一起买卖的 是不可以拆分开来的 非分离 那么现金汇入型和现金抵角型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这张权证 如果我要行权 什么叫行权呢 就是我要去把它换成公司股票了 把它换成公司股票了 比如说这张付认股权证的 债券 它的票面是一 这个一千块钱 我约定了可以按照四十块钱的价格来换公司的股票啊 可以按照四十块钱的价格来换公司的股票 那也就是说这一千块钱的面值可以换成二十五股 这个这个应该大家都会计算啊 应该都会计算 因此呢 这个债券的面值是一千块钱 这个权证的这个概念呢 就是可以按照一千块钱购买 就是可以以一千块钱价格购买二十五股这个公司的这个股票 那么现金汇入型的话呢 就是我行权的时候另外再掏一千块钱来把它换成公司的二十五股股票 换完以后呢 这个债券的票面还在 现金抵脚型的话呢 是直接把这个债券的一千元的面值换成公司的股票 换完了以后呢 这个债券就不在了啊 所以呢 这个是分离交易啊 然后呢 是现金抵脚 还有这个现金汇入型的他们之间的区别 第七个 可交换债券啊 可交换债券呢 它是指上市公司的股东依法发行 在一定期限内依据约定的条件 可以交换成该股东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公司债券 可交换债券与可转换债券的相同之处是 发行要素与可转换债券相似 包括了票面利率期限 换股价格 换股比率 换股期限等等 这些都是有的 但是他们之间的这个区别 刚才我讲过了 可交换的债券 交换的是这个其他的公司的股票 比如说债券是海通证券发行的 然后呢 如果是可交换债券的话呢 那么他最后能够行权证的股票 不是海通证券这个公司的股票 而是其他公司的股票 那如果说是这个可转换债券的话 那么这张债券如果是海通证券发行的 最后转换成的股票也是海通证券的股票啊 所以这是他们最大的区别 第三个部分是企业债券 企业债券的定义 企业债券呢 他指的是企业按照法定的程序发行 约定呢 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就主要发行人是企业 包括了依照公司法设立的公司发行的 公司债券和其他企业发行的企业债券 根据规定 企业可以发行无担保的信用债券 资产抵押债券 第三方担保的债券啊 所以有担保和无担保还是这两大类 企业债券的发行呢 应组织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来承销 好 这个 需要大家去记得啊 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来进行承交 呃 承销 那刚才之前呢 我们有讲过这个呃 承销的话呢 有全额包销 有余额包销啊 然后还有代销 主要是这三种方式 对吧 那么余额包销的话呢 就是先销售啊 先销售 销售不完的剩余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再由承销商以自由的资金买入 这个叫余额包销 企业债券的分类 短期的融资券 企业债券的话呢 可以分为短期的融资券和超短期的融资券 中期的票据 中小非金融企业的集合票据 非定向公开发行债券 中小企业私募债等等 公司债券的管理规定 我国的公司债券呢 是指公司依照法定的程序发行 约定呢 在一年以上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啊 所以公司债券一年以上 其实之前也有讲过啊 可交换这个公司债券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这个不同之处啊 前面我们看到了 第一个是发行偿债的主体不同 前者呢 是上市公司的股东 通常是大股东啊 这是可交换债券 后者的话呢 是上市公司本身啊 是上市公司本身 而这边有必要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公司的股东和这个公司本身是有区别的啊 我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广发证券 它的股东是吉林敖东和辽宁成大 而在这个A股市场上有吉林敖东和辽宁成大 这两只股票的啊 所以这两个公司是广发证券的股东 但是广发证券是广发证券 它是一个公司 股东却是另外的两个公司啊 所以这之间是有差别的 第二个 适用的法规不同 发行可交换债券的话呢 适用的是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 而可转换债券是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第三个 目的啊 不一样 前者的发行目的呢 包括投资退出 市值管理 资产流动性管理等等 不一定要用于投资项目 后者的话呢 债券的发行目的 一般是将目击资金用于投资项目 所以可转换债券 它的这个资金是有一定的去向的 第四 所换的股份来源不同 前者是发行人持有的其他公司的股份 后者是发行人未来发行的新股啊 所以这个之前我们有讲到过啊 有讲到过 第五个股权的稀释效应不同 前者换股不会导致这个标的公司的总股本发生变化 也不会贪薄美股收益 因为根本就不是他公司的股票嘛 对吧 换的都不是他自己公司的股票 这些呢 就不会发生变化 第六个呢 交割方式不同 可交换债券 它是在国外有股票 现金和混合三种这个交割方式 然后呢 可转换债券的话呢 一般就是股票交割 转换成公司的这个股票 但是这边要记得啊 可转换公司债券 一般转换以后呢 是转换成公司的普通股 不是不是优先股 一般可以把它转换成普通股 第七个条款的设置不同 前者呢 一般不设置转股价向下修正的条款 或者呢 一般富有转股价向下修正的这个条款 所谓转股价向下修正条款 当股价持续比转股价格低的情况下 可以重新这个议定股价的这个条款 这一条的话呢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 第四个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债券 国际债券 国际债券呢 它是指一国的借款人 在国际证券市场上 以外国货币为面值 向外国投资者发行的债券 它是指一国借款人 在国际证券市场上面 用外币来给来向外国人啊 这个发行的债券 国际债券的发行人呢 主要是各国的政府 政府所属的机构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工商企业 国际组织等等 那么这里呢 曾经就是考考题啊 曾经就是考试的考题 就国际债券的发行人有哪一些 那这个是组合选择题 一般这种选择题的话 就一二三四都是了啊 都是了 国际债券的投资者 主要是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各种基金会 工商财团和自然人 好 他的投资者的话呢 也是这个考试的这个考点 所以像这种题目的话 问你他的发行人是谁 然后他的投资人是谁 那基本上来看的话呢 都是全选啊 都是全选 全部都是 第二个国际债券的特征啊 国际债券的特征有哪些呢 第一个资金来源广 发行规模大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都已经是在国际市场上面来募集资金了 而不是在国内市场上 所以呢 他的整个发行的区域范围是比单单在一个国家的范围要大很多 第二个呢 存在汇率风险啊 因为外汇的话呢 因为国际债券 他是用外币来发行 外币来偿还的 所以呢 他会产生这个投资国际债券的话呢 会产生这个汇率的这个问题啊 汇率差汇率风险啊 一旦汇率发生变动的话呢 投资者可能会面临损失 第三个的话呢 是有国家主权做保障 在国际债券市场上 筹集资金有时可以得到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最终偿债的承诺保证 这边我们看到有这个词叫做有时啊 我们看到有个词叫做有时啊 这个词很重要啊 因为以前在考题的时候呢 他在某一个选项当中会说 国际债券都有国家主权做保障 那如果你只看到这边后面你没看到的话 那这道题目你就容易做错了啊 他是有时候可以得到主权的保障 不是所有情况下都是 第四个以自由兑换货币作为寄连货币 好 自由兑换货币有哪一些啊 就国际这个债券的发行的这个货币 一般会有美元 英镑 欧元 日元 瑞士法郎 美元英镑 欧元 日元和这个瑞士法郎啊 一共有这几个 非常遗憾的是没有人民币 非常遗憾的是没有人民币 那个 虽然是这个 瑞士是属于这个欧盟国家啊 瑞士是属于欧盟国家 但是呢 瑞士他通用的这个货币呢 到目前为止还是瑞士法郎 可是 欧元的话呢 在瑞士其实是可以使用的 但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面 在瑞士使用的欧元呢 是按照1比1的比例来走的啊 来来来来消费的 所以呢 实际上瑞士法郎和欧元的话呢 它不是这个1比1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瑞士法郎要稍微廉价一些 欧元的话呢 应该稍微贵一些 但是在流通的过程当中呢 它是按照一瑞士法郎 对一个欧元来兑换的啊 所以如果说有兴趣要去瑞士的 的话啊 尽量还是使用瑞士的法郎 这个货币啊 尽量不要使用这个欧元 否则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些损失 会有一些损失 但是在这个国际债券的特征当中啊 国际债券特征当中 有一项东西是没有的 就是利率风险 之前出题出的非常的坏啊 说这国际债券的特征有 一资金来源广 二存在利率风险 三有时有国家主权保障 四以自由兑换货币作为企量货币 那有人就会想了 利率风险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是利率如果发生变化 对固定收益类证券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啊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固定收益类证券本来就是获得利息的 而市场利率的话呢 也是获得利息啊 也是获得利息 如果市场利率上调的话 就意味着这个债券的 它的吸引力就会降低啊 就我举个例子 同样的银行存款是5% 债券的利息是5% 那么银行存款会更有吸引力 对不对 因为它的安全性肯定是更高的 所以市场利率发生变动 对债券实际上是会有影响 如果市场利率上调了 那么债券利率还没有上调的话呢 就会有大量的投资者来卖出这个债券 那么一旦他卖出债券呢 债券的价格就会往下跌啊 就会往下跌 好 那么这个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利率风险 只要是固定收益类的证券 它都会有利率风险 那国际债券它有没有利率风险呢 有 只要是债券就有利率风险 但是这道题选不选呢 不选 不选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这个考纲里面 只有这些 没有利率风险 没有利率风险 或者你可以这样理解 利率风险是所有债券的特征 国际债券的特征 是国际债券它自己特有的 所以呢 这些都是属于它自己特有的特征啊 这个呢 是所有的固定收益类的证券都有的啊 所以呢 把这一条给它排除在外 这就是我在说 不要把这个考题和实际联系在一起的原因 因为 如果按实际来看的话 它肯定有利率风险 但是呢 如果考试的话 利率风险是绝对不能选 好 第三个 国际债券的分类 国际债券呢 可以分为外国债券和欧洲债券两种 呃 外国债券呢 它指的是某一个国家借款人 在本国以外的某一国家发行 以该国货币为面值的债券 好 举个例子啊 中国在美国发行美元的债券 美元的债券 那么这种呢 就叫做外国债券 你看 借款人 中国 在本国以外 美国 发行以该国货币 以美国国家的货币 为面值的债券 所以它其实实际上只牵涉到两个国家 看清楚了 只牵涉到两个国家 我们把这种债券呢 称之为叫做外国债券 好 外国债券的特点有 债券的特点是发行人属于一个国家 面值货币和发行市场属于另一个国家 刚才我们讲的美国 对吧 外国债券是一种传统的国际债券 之前有这个考试里面都讲说是 国际债券是一种传统的外国债券 这个说法就错了啊 但它其实只是一个概念 你说国际外国 国际呢和外国你说它到底有多大区别呢 我们很难从文字上面来进行判断 对不对 但是教材里面 就是写 国际债券 这个包含外国债券 外国债券属于国际债券当中的一个部分 在美国发行的外国债券 称之为叫做阳基债券 美国发行的外国债券叫做阳基债券 在日本的话呢 称之为叫做武士债券 在中国发行的我们称之为叫做熊猫债券 阳基的话呢 这个是来源于一个英文单词叫做阳基 阳基 它指的是对于外国人来讲 阳基指的是美国人的意思 阳基人 阳基人 但是对于美国本土来讲的话呢 就是美国会把自己他们的 我记不清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啊 他们就会管就南方人要么就是南方人管北方人 要么就北方人管南方人叫他们叫什么叫阳基人啊 叫阳基人 所以呢 他是另外的一种说法啊 就跟这个日本人以前管中国叫支那人是一样的道理啊 好 你看他阳基他是指美国人啊 日本的话呢 叫武士 武士也是人对不对啊 到了中国的话呢 就变成了动物啊 就熊猫啊 熊猫债券 第二个 欧洲债券 欧洲债券的话呢 和外国债券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啊 欧洲债券 首先我强调一下 不是说在欧洲发行的债券啊 欧洲债券并不是指在欧洲发行的债券啊 他是指借款人在本国境外市场发行的 不已发行市场所在国货币为面值的国际债券啊 比如说中国在英国发行美元的债券啊 中国在英国发行美元的债券 那么这种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做欧洲债券啊 他牵涉到几个国家呢 他牵涉到三个国家 是吧 牵涉到中国英国美国嘛 牵涉到三个国家 他的特点呢 是发行者 发行地和面值属于不同的国家 由于他不以发行市场所在国的货币为面值 也称之为叫做无国级债券 你看他在英国发行的不是英镑的债券 而是美元的债券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欧洲债券称之为叫做无国级债券啊 欧洲债券的票面的使用的货币一般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 主要是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等啊 也有使用复合货币单位的比如说特别提款特别提款权啊 SDR 人民币不是加入了这个SDR吗 特别提款权 它是一组货币 我国的国际债券的发行的情况啊 政府债券呢 是在这个1987年的10月份啊 中国财政部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啊 发行了三亿马克的公募债券 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后 政府呢 首次在国外发行债券 这是我们国家的国际债券的发行 而且是政府发行的 但是金融债券的话 之前我们其实已经有讲到过 金融债券1982年1月份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日本东京资本市场发行了100亿日元的债券 期限是12年 利率是8.7%啊 这个是100亿 时间名称 这个呢 是法兰克福啊 三亿马克的这个公债 然后呢 是财政部 财政部的话 才可以发行公债啊 只有财政部的话呢 他才可以发行这个公债啊 那么 这就是前面的我们讲到了 呃 这个章节啊 是我们讲到了所有的这个债券的一些 呃 分类 那么他的这个债券的这个分类的话呢 他是从大到小的这个方向来进行分的啊 他是从这个发行人开始 然后就开始分 比如说他会从这个政府债券开始想起讲起来啊 政府债券 然后呢 从金融债券 好 然后呢 再讲到了这个公司债券 政府债券 金融债券和这个公司债券啊 那么其呃 政府债券的话呢 又分为这个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好 然后中央政府债券的话呢 他发行又可以分为各种不同的类别 比如说长期啊 中期啊 短期啊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债券的话呢 按照形态来分的话 还可以分为这个 平正式的这个国债啊 记账式的国债啊 这个实物国债啊 等等啊 然后呢 地方政府债券呢 可以分为什么一般地方政府债券 还有这个专项地方政府债券 对吧 那么中央政府债券的话 按照用途来分的话 还可以分为什么赤字国债啊 战争国债啊 然后还有那个呃 特种国债啊 啊 然后等等 他一共是有这个呃 四种类别啊 一个是赤字 然后呢 一个是这个呃 战争啊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建设国债 然后还有一个是特种国债啊 一共是这么四种类型啊 好 所以他每一个里面的都会有各种不同的划分啊 在金融债券里面的话呢 他又会分为像银行啊 证券公司啊 保险公司啊 租赁 融资租赁公司啊 等等各种不同的债券 然后在公司债券里面的话呢 又会按照了这个债券是否有担保 可以分成像有担保的公司债券 没有担保的这个公司债券啊 还有呢 就是呃 有担保啊 然后呢 还有按照这个呃 公司债券的这个期限呢 他都是这个一年以上的啊 这样的一个公司债券 那还有就是这个公司债券 他有分为国内的啊 也分为这个国际的啊 等等 他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分法 那还有呢 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 在这个国际市场上面去细分那些不同的这个债券 细分不同的债券 那么债券呢 还有按照复息方式来分啊 可以分为复息债券啊 零息债券啊 息票累积债券啊 等等等等 所以整个这个债券的这个章节 他对债券的这个细分分类啊 是非常的 我是觉得说是错综复杂的啊 就是你按照不同的这个纬度 他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 但其实呢 又会交织在一起啊 又会交织在一起 因此这一章节的这个结构图的话呢 我觉得大家应该最好是这个 可以自己去这个梳理一下啊 那么我们在这个课堂当中呢 会把这个每一个债券的这个分类 给大家都已经做出了这个解释啊 好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给同学们就先讲到这边 我们先休息一下 看这个视频就说明了 那我就先讲到这边 先讲到这个唱会了 那边对吗 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 这边的这个人 是我们先讲到的这个下方的这个地方